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中国脆弱的社会契约 本文作者在上海的一次晚餐经历 揭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不平等现象 高级购物中心的奢华与消费 与普通购物中心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反映了中国日益分裂的社会现状 随着经济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加剧 中国的社会契约是否能继续维持 值得我们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夜 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购物中心和朋友共进晚餐 却意外地得到了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 购物中心在中国一直很受欢迎 即使在他们的发源地美国 这种商业模式早已过时 然而 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 购物中心仍然屹立不到 据说仅在上海就有数百个购物中心 自2000年代初我在这里生活以来 我已经经常光顾这些地方 这次的晚餐地点是位于上海市中心 华山路上的IAPM购物中心 这里曾是上海最著名的假货市场之一 吸引了无数航空机组和外国游客 来购买廉价的西方奢侈品牌仿制品 十年过去了 这里现在变成了奢华品牌的集中地 拥有Prada Gucci Miu Miu和 Dolce & Gabbana等高端品牌 当我走进这座购物中心时 迎接我的是穿着整齐的博车员和门卫 这让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进入购物中心后 迎面而来的是豪华的装潢和优雅的氛围 这里的消费者宛如置身于巴黎或米兰的时装秀现场 他们中有不少人穿着时髦 神态自若 仿佛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与他们无关 这与我近日在其他购物中心看到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些普通的购物中心人流虽然不少 但店铺里雀门可罗雀 餐厅也多是低端餐馆和快餐店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 中国社会正在分裂成两个极端 一边是享受奢华生活的上层中产阶级 另一边则是大多数在经济上艰难度日的普通人 正如我在上一篇专栏中提到的 许多中国人近来希望通过移民来寻找出路 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投票方式 表达对国家未来前景的悲观预期 问题是 这种人口外流对国家领导层来说是否会被视为危机 有观点认为 经济环境困难的背景下 大量人口外流实际上对国家有利 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社会释放法的作用 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政治影响力微弱 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更关注的是 集中在东部富裕城市的富裕阶层的情感和行为 如果说宗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 那么对于中国的上层中产阶级来说 物质享受 最新潮的时尚 最富盛名的品牌和奢华的生活方式 似乎就是他们的镇静剂 相对于美国的专业收入人群来说 中国最富裕城市的生活成本通常显得相当合理 对于这些富裕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在享受物质的同时 却也在社会契约中扮演着一个无声的角色 远离政治 专注于物质追求 然而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 他们并未能享受到这些物质的优势 许多农村老人的退休金 甚至只有每月25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那晚在购物中心的经历 或许是一面最扭曲的镜子 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不仅如此 中国的生育率也在急剧下降 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首婚人数减少了一半 2022年的出生人数仅为6年前的一半 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这与苏联解体 毛泽东的大饥荒或柬埔寨的种族灭绝相比 都是前所未有的 几乎所有知名的人口学家都认为 中国的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将大幅缩减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消失 但如果要减缓这一趋势 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其社会契约 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享受奢华生活的购物者 更是为了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负担得起的生活和经济保障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以及COVID 19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 但如果国家无法在社会契约上做出调整 来适应这些挑战 那么中国的未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中国社会的这种分裂现象 既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果 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变的越来越两极分化 一边是高端的都市精英 他们在奢侈购物中心消费 另一边则是生活艰难的农村居民 这类观点无非是对中国社会的片面认知 无视了中国在减少贫富差距上的努力 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扶贫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再说哪个国家没有不平等 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难道不够严重吗 嘿嘿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你说的那些扶贫计划确实有一定效果 但我们不能忽略现实 正如文章中提到的很多中国人正在寻找移民的出路 这可是赤裸裸的用脚投票啊 而且现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 这不就是对未来失去信心的表现吗 说中国没有问题 这就像说在西方世界穿着泳装可以抗动一样荒谬 谢琪琪移民潮并部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看看印度墨西哥甚至英国都有大规模的移民潮 这并不代表国家出了什么大问题 至于生育率下降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并不局限于中国 中国政府正在出台多项政策 如二胎三胎政策来应对这个问题 至于你说的用脚投票 那就像说一个人吃了面包 就代表他讨厌米饭一样荒谬 好吧 楚天说 你的比喻确实有些意思 但问题是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 可不是全球平均水平能解释的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第一婚姻的数量减少了一半 出生率也是成断牙式下跌 这可不是全球趋势的问题 而是政策和经济环境的问题 而且别忘了 这些高端商场和奢侈品牌 真的能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吗 这就像用一个花瓶来代表 整个家居布置一样 根本不具代表性 谢琪琪 你的观点有些片面 我们不能用某些数据 来全盘否定一个国家的成就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可比拟的 至于生育率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 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自然会影响生育意愿 而且中国的政策正在逐步调整 逐步改善社会福利 这样才能长远解决问题 你说高端商场不具代表性 那么在美国 华尔街的繁荣又能代表地铁上的无家可归者吗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挺有道理 但问题是 华尔街的繁荣确实无法掩盖美国的社会问题 就像高端商场无法掩盖中国的社会矛盾一样 你说中国的经济增长 确实值得骄傲 但这增长的成果是否公平地分配到了全体人民手中呢 而且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 是否能够及时且有效 这仍然是个大问号 就像你说的 不能用一部分代表全部 但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应该重视那些被忽视的声音和现实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小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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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